咱们作为一个打击 你要遇到貂蝉该怎么打 所以今天就教你们一点有用的 不要觉得打击打貂蝉没得打 你一定要学会沉着住气 关键就在于这个拉扯 没错 打击拉扯貂蝉看好怎么拉扯 来草你蹲一蹲看看貂蝉 哎哟好啊 干得漂亮 首先跟他打的时候 你至少要离打一个一技能那么远 你的一技能有多远 你就要离他多远 这样就可以保证他要技能跳上来的时候 我可以平安无事的跑掉 现在这貂蝉估计在打我中路的大宝贝 但是不要急 我说了要沉着住气 我一技能伤害这么高 我凭什么怕你啊 就像我说的 你这个貂蝉远一点 他拿我没办法的 你往上走 我就往下走 你往下 哎哟哎哟哎哟 叫人算什么本事 我还在 那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好 再来教大家一招富贵线中球 现在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二打二 小小貂蝉 胆大跳二技能 嗯 接着咱们两个人来中路 看好看到貂蝉 我就疯狂点大招 打不死没有关系 浪费技能也没有关系 要记得只要能把貂蝉状态打下去就不亏 接着咱们就可以安安心心来上路支援 好 我没了 这个貂蝉还在上路拿了个刷刷 但是不至于说等下就打不过他了 这小子吃完上路的血包中路逼线来了 他要从这里回中路的 嘿嘿嘿 你都混他buff是我的 我送你两个字 他人的午夜 你这种人真的该死 你中路线来了 你不要 来了 差不多这里 小子 你很牛呀 不要急 虽然打不死 没关系的 我现在闪蝉 你也在手里 你怎么走 你告诉我 小小貂蝉 真的可笑 你现在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走了 闪蝉 牛走 拜拜 死不了 接着来像我刚刚说的 你打远一点 我上来就是一套 好像还是打不死呀 怎么办 没有关系的 他现在想把蝉 回上来的话 至少得两波冰线一步一换 所以等到下一波冰线一来 嗯 你不就没了 这就是我说的 你要学会拉扯 知道吧 一次技能打不死 没有关系 那就打两次 好小子啊 想二技能探讨 可惜我不在那个草里面 这的话往前走 小小貂蝉 可能要来了 把一套就走 知道吧 没有关系的 这貂蝉 肯定是要不行的 他打下就算有个血包 他等一下也不是蛮状态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 等到我有大招的时候 小小貂蝉 你就死定了 不急 我假装我走了 这小子肯定舍不得 这波冰线要来的 打貂蝉 要注意 先放大招 二技能不能被他夺 很好 他没 我 哎呦 刚刚技能指示器明明打丢线 但是他硬是我后放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知道小王呀小王 你真的 你要这么高 我迟早不玩你这破游戏 让我来看看学学丢线 趁他们家对抗路不在 又把对抗路的兵器也给吃了 你这种人 特别特别的该死 也只有我能够收你了 嗯 来了来了来了 被蹲了 OK 现在打到中后期 就无所谓 怎么打丢线了 因为甩一套技能到他年少 他就没了 所以这个时候重点就要放在打团身上了 我看得到我队友节气败退 我现在万万不能出去出去我就没 不过我看到这里有个一个型的马宝国 他要回去吗 哦 好小子还想中路倾线 那你们慢慢打 我把你们队友给收了啊 接着中路来都要看好调查的位置啊 这调查想打我们家打野 我过来 来等一等这马可波罗上来了 等一下来打他 完了 人太多了 这人多啊 我就没用的 不过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貂蚕这把被我嗑的死死的 来蹲看会不会有人把那皮匙给偷了 如果没人偷的话 我们家打野打完了 拉夫估计就要来打这里了 打的时候要注意啊 大招一技能都可以放 唯独牛这二技能 以防哪个部长也能过来抢 对吧 我看你谁敢来抢 你真敢来呀 你们谁都别想打我啊 我肯定是站在队伍的最后面 放完技能就走 技能好了 我回来 放完了 我又接着走 技能好了 我又追着注意 追不着了 没有关系啊 但是对面这个样子的话 高级打应该是有限 我有感觉马可波龙可能要大上来 所以我点点点点点 我看有谁敢来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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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不及然来了 好 现在对面还是两个 可是我们家状态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点点点点点 很好 现在只剩下摇摇公主一个人 我就在这里点他 你们慢慢打吧